現在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有請次長 請次長 黃委員好 次長好 3月12號交通組總質詢的時候 我提到有關於究責的部分 那個時候部長跟院長給我承諾 兩個禮拜處理 3月16號戒期了 也沒有處理 也沒有說明 也沒有交代 那部長是把他在院會裡面所做的承諾 不當一回事嗎 黃國昌委員報告 就是尤其上次有針對 什麼時候要處理 我們現在整個事故調查跟究責的部分都已經完全調查了 那現在 這個是那一天質詢同時 我問林部長的 說針對兩位前局長 因為這個是家屬 在交通部開會的時候做了決議 部長承諾我兩個禮拜 為什麼跳票 我跟黃國昌委員也不是跳票 就是說 對不起喔 你說也不是跳票 這句話我就聽不懂 他說兩個禮拜 結果兩個禮拜沒有結果 不是跳票是什麼 有結果但是現在 什麼結果跟大家說明 怎麼台灣社會都不知道 現在針對三個局長的部分 有加重處分 什麼結果啊 跟大家講啊 什麼結果啊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你們有結果 結果是什麼 跟大家說 這樣喔 那個 目前就是 因為部長已經講了 換局長 一個大購兩個小購 那其他因為 整個這個報告還沒有送到部長寺 可能他確定以後再 對嘛 所以我說你們跳票我哪裡說錯啊 奇怪我們用相同的語言溝通 有這麼困難嗎 這不是跳票什麼是跳票 你又說有結果 結果在哪裡 你又說在部長寺 快送到部長寺 快送到部長寺 所以就是還沒有結果嘛 調查已經調查好了 調查齁 這次很就是 你們回去啦 去看逐字稿 我所有質詢的事情 我一定一路追蹤下去 在委員會裡面胡扯 已經很扯了 在委員會裡面扯諾的事項 可以說跳票就跳票 沒當一回事了 麻煩次長 回去告訴部長 主席請下 主席准下我尊重 但是這件事情 是部長自己要面對的 請部長今天下班以前 以交通部正式的公函給我回覆 為什麼跳票 誰要負責 什麼時候結果會出來 三個問題 好 接下來 你們公布了逐字稿 這個逐字稿的內容完成嗎 跟你們後來公布的錄音帶 內容一致嗎 現在大致是一致的 大致是一致 哪裡不一致 現在聽起來是一致的 好 來來來來來 我之前 從交通委員會到院會 前部長 我一致質詢 我就在問你們 竹風崩裡面 中空絲膜的事情 我裝不知道 說到我們事故 發生了以後 才全面的檢查 全面的換 裝不知道 來 我秀一段 你們在逐字稿 跟社會大眾 公開的逐字稿裡面 沒有講的 一句話 來放 又是中空絲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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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不文雅的髒話 我就跳過去 他還講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車子在跑的時候 在通報的人 看到動力十有十無 他都不用去做檢查 他光從狀況發生 馬上就講了 又是中空絲膜啊 他顯然早就知道了 顯然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你們的調查報告裡面 知之不提 為何調查報告知之不提 是不重要 還是發現說 啊完了 如果這個對話 讓大家知道的話 印證我們台鐵早就知道 又是中空絲膜出了狀況 為什麼 為何不提 這不是引力 什麼是引力 報告委員 剛剛 剛剛您犯的這段錄音 後來我們經過確認 這個 這段錄音確實是有 但是在我們的調查報告裡頭 我們就公佈株資稿的時候 這段是沒有進來 好 問題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你到現在沒有跟大家解釋啊 壞 因為當時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邊有一段是雜音 但我們認為是 以為是一個第三者 不會啊 剛剛大家聽得都很清楚啊 因為實際上 後來出來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雜音的部分 那其實也會有產生一些 不會啊 剛剛聽得大家都很清楚啊 剛剛那不是雜音啊 連髒話都聽得很清楚啊 怎麼會是雜音呢 到今天還在拗喔 智長一樣 告訴部長 今天下班以前 為何 調查報告漏了這個 為何 明明早就知道 又是中空思磨的問題喔 然後可以隱匿不講 可以這樣欺騙社會喔 來 上一次院會的時候 我也問了 ATP 遠端監視系統的問題 沒有接上去 是一件事 接上去以後 能不能用 是第二個問題 我一直在問 我們納稅人花了錢 裝了ATP 遠端監視系統 不能用 大家覺得很離譜 那代表什麼啊 代表是當初買來的普悠瑪 即使裝上那個系統 你也沒有辦法判讀啊 然後呢 我請你們書面回覆 給我講一堆我完全看不懂的光話 到昨天 台北地檢署 直接 就發了新聞稿啊 連結施工 驗收測試 監督操作 全部通通都有問題 好 通通都有問題 我的問題 你們到今天 我院會問到今天 還是沒有回答我 我們當初花了1800萬 裝了一個沒有辦法用的東西 為什麼 又要再花幾百萬 給這個廠商去做他本來就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是把納稅人當盤子嗎 還是這個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有什麼特殊的背景 特殊的關係 特殊的後台 動都不敢動他 我付錢 我就希望有個功能可以操作的啊 功能不能操作 我們政府處理的方式是 我再給你一筆錢 去做好你本來要做的事 這個是我在總質詢問的問題 部長跟我說他要時間 他一定要回去處理 我也答應給部長時間 處理到今天 我還是沒有答案 台灣社會還是沒有答案啊 現在交通部 台鐵在面對這個問題是什麼 用納稅人的錢用的 完全不會手軟 真正實質的問題是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什麼時候會有答案 今天下班以前 白紙黑字說明可以嗎 我等的夠久了吧 我說幹果委員報告一下 1800萬那個是之前我們針對 這個遠端監視系統呢 所做的發飆案 在101年已經結案了 等一下 結案了 所謂結案是什麼 結案是這個系統不能用 那也叫結案喔 這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當初還發了一個新聞稿 新聞做得很大 有遠端監視系統 更安全 大家不用擔心 當初怎麼沒有跟納稅的人講 我們花了1800萬 結果搞了一個根本不能用的系統 我一直在問這件事啊 那部分我們也會來檢討 等一下 你說那部分你們也會來檢討 檢討到今天耶 都還沒答案 如果啦 今天我第一次問你這個問題 我逼你給答案 是我不對 我問這個問題問N次了 你們全部都在閃啊 全部都在回避啊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可以請主席才是嗎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還是我們現在行政官員到國會裡面來背群 謝謝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黃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這次的事故調查裡面 把這個33所做的遠端監視系統 功能不章的課題 當作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對啊 這次已經在 對啊 那所以咧 所以你們處理的方法是 再給他700多萬 這我不能接受啊 憑什麼這樣花納稅人的錢 我到現在還沒答案啊 現在做的是 好謝謝 已經超過兩分半鐘 我在這邊要求交通部 針對黃委員 所提出的具體的要求 今天下班之前 將相關的答覆 以公文回覆黃委員有沒有問題 就說那個三個局長的懲處內容 因為要還在報到這個部長 部長跟行政院 所以我想說這一部分是不是 這一個 你先用書面回覆我啊 好我用書面大概 部長跳跳 都不用負責喔 都不用解釋喔 主要是說在 沒問題 那我想我們用那個書面 好謝謝 那就請交通部 以公文 在今天下班之前 回覆黃國常委員